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见证了苏联的兴衰荣武 遥望着俄罗斯的复兴之路 他就是莫斯科的灵魂 红肠 2007年摆在普京面前的最大难题是 谁将是他认可的合格继任者 当时俄罗斯敏感的政治分析家们 早已把目光投向普京总统非常信任的两位格聊 副总理伊万诺夫和总统办公厅主任梅德韦杰夫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揭秘 今天我们已经揭秘的是 被美国时代福布斯杂志评选为 世界最有影响力人物 具有铁腕总统支撑的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 2007年是普京第二届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 俄罗斯民众不仅担心对于即将到来的后普京时代 俄罗斯将何去何从呢 普京又将如何规划自己的权力曲线 实现给我20年的宏愿呢 普京有一句话他叫做谁不为苏联解体 可惜那他就是白痴或者是愚准 那么苏联解体之后 这种爱国主义表现的就是国家统一 安全和稳定 所以普京的他的爱国主义 我是觉得最强烈的就表示一下 最就是俄罗斯的发展兴旺和这个统一 此刻摆在普京面前的最大难题是 眼看自己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即将接近尾声 谁将是他认可的合格继任者 谁能接过他的旗帜 沿着他的道路实现复兴俄罗斯强国之梦 由于俄罗斯是总统制的联邦国家 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 是总统任期四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所以充满报复的普京 将无缘2008年的总统大选 其实在2007年接受八国集团记者采访时 普京曾回答他认为 五到七年的总统任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这句话暗示着他可能通过修改宪法 延长总统任期 然而2007年2月1号 普京公开否认这一切可能 他说我不会指定继承人 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将会通过大选公正声成 不过在普京二任总统卸任之前 却也在默默地安排着政局 2007年5月9日 莫斯科红场 普京发表了纪念 为国战争胜利的总统演讲 当俄罗斯国歌响起时 现场数万士兵和市民一起低声吟唱 此时军乐队奏响了俄罗斯军歌 此次的阅兵首长 已经不是普京的铁杆盟友伊万诺夫 而是新上任的俄罗斯国防部长 谢尔九科夫 2007年 普京在两任总统卸任之前 将自己的心腹爱将 谢尔九科夫推上前台 任国防部长 完成军队的人事新布局 谢尔九科夫 1962年 出生于黑海之滨的一个小村庄 大学毕业之后 在军队服役一年半 官至中尉 1985年至2000年 谢尔九科夫在列宁格勒家居贸易公司工作 并一路升任总经理 2001年 谢尔九科夫弃伤从政 试图一路通道 2007年3月24日 谢尔九科夫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普京亲赴国防部主持任命会议 向俄军将领们介绍这位爱将 而此时 很多政府要人还不认识这个小自备 共青团真理报称 谢尔九科夫在俄罗斯有史以来的44位国防部长当中 创造了历史奇迹 他的最高军衔是当兵时获得的中尉 是历任防长中军衔最低的 他还曾是一个家居贸易商 看得出来 一个普京在这个用人方面 他是非常大胆 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 对国家对他的政权有好处的 对普京是忠诚的 我就大胆地用他 当时做国防部长就有好多人反对 在一个中尉军衔 没有任何当兵经历的人 怎么领导整个军队 所以这个普京的任命我也搞不懂 那我现在理解 就是需要他来进行部队的改革 他在军队没有根基 也没有领导军队工作的经验 又得罪了一大批这些老干部 俄罗斯这个民族 不太喜欢按规矩出牌 他的领导人大部分都是草根出身 像斯大林出身韩威 父亲是个邪将 母亲是农奴的女儿 从小被父亲强迫学习修邪技能 赫鲁晓夫的父母也都是贫苦的农民 14岁的赫鲁晓夫 就已经成为了一名前工 叶利钦则是一位建筑工 所以俄罗斯的选拔标准很奇怪 就是没有规矩 好多的人就像直升飞机一样 领导看中 马上就提拔上去 所以对于提拔 希尔九科夫就不足为奇了 在希尔九科夫被任命为 国防部长的同时 普京将原国防部长伊万诺夫 安排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岗位上 出任主管军事和经济的 俄罗斯副总理 对此国内外媒体纷纷猜测 这项任命是否意味着普京 是有意将伊万诺夫推上总统宝座 希尔盖伊万诺夫 1953年出生于列宁格勒 大学毕业后一年 被苏联情报部门看中 成为一名科格勃特工 一干就是18年 1998年 普京当上俄罗斯安全局局长之后 他将伊万诺夫调升当副局长 负责向总统提供战争情报 成为普京的得力助手 1999年 普京出任政府总理 历见伊万诺夫 升任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 2001年 普京力排众议 委任伊万诺夫出任国防部长 完全打破 只有职业军人才能担任 俄罗斯国防部长的传统 2004年 伊万诺夫着升为主管军队 和特种勤务的副总理 2007年 高升一部 被任命为政府第一副总理 1953年1月 伊万诺夫出生于列宁格勒 三个月前 普京也出生于同一城市 1970年 两人都考入了列宁格勒大学 但是伊万诺夫在语言系翻译专业 而普京呢 在法律系 伊万诺夫熟练掌握了英语与瑞典语 这对搞情报可是个优势 所以 他在大学将毕业的时候 就被苏联国家安全总局 简称克格勃 给相中了 巧的是 普京同年也进入了克格勃 自此多年以后 两人一直共事 普京曾形容自己对伊万诺夫 怀有胳膊肘般的感情 两人也有许多共同点 同时呢 伊万诺夫又没有自己的独立圈子 俄媒体送他一个绰号 独狼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 他深得普京的信任 除了这位亲密友人之外 普京还有一位被他称为亲密战友的人 有着手足之情的感觉 他就是 梅德韦杰夫 身为俄罗斯总统办公室主任的梅德韦杰夫 几乎与普京如影随形 只是他为人低调 不是张扬 所以并不为人所熟知 梅德韦杰夫 1965年出生于列宁格勒 1987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 1990年 梅德韦杰夫与一次偶然机会与普京相识 曾共同在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手下工作 1995年 索布恰克竞选圣彼得堡市长败选 梅德韦杰夫一度淡出政坛 折服于圣彼得堡大学任教 1999年 普京出任俄罗斯总理 梅德韦杰夫又复出政坛 担任俄罗斯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12月 随着普京被宣布带行总统职务 梅德韦杰夫也升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 2000年 俄罗斯总统大选时 梅德韦杰夫直接领导普京的竞选小组 普京当选总统之后 当即任命梅德韦杰夫为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 不仅如此 普京有一次接见媒体代表 梅德韦杰夫到一角落喝饮料 普京见状亲切地直呼梅德韦杰夫的小名 继马离我再近些 可见 普京对梅德韦杰夫高度信任 网络上也总结了两人的十个共同点 出生于同一个城市 毕业于同一所大学的同一专业 共同的博乐 同样健康的生活方式 不抽烟 不酗酒 同是无党派人士 同样政治主张等等 这些都让他们产生了绝对的默契 始终对这些猜测讳获如深 守口如瓶 然而这两位政治新星 在俄罗斯政坛的地位和影响力 的确在日益上升 2007年12月10日 普京突然正式公开表态 他完全赞同推选梅德韦杰夫 为下届总统候选人 一向特立独行的普京 终于把自己心仪的接班人 推到了聚光灯下 普京完全支持梅德韦杰夫 为总统候选人 因为他近距离了解 梅德韦杰夫已长达17年之久 由这位被视为民族领袖的 普京做后盾 由进入新议会的主要政党 和广泛民意的支持 梅德韦杰夫赢得总统选举胜利 继承定局 这将是出身于支持分子家庭的 典型文职官员入主克里姆林宫 而他有倾向于开放的市场经济 和民主体制 是否将改变克里姆林宫的形式风格 能否获得强力部门的政要的真正辅佐 这将是对梅德韦杰夫的考验 就在红场阅兵的一个月之前 即2008年4月 格鲁基亚突然向世界宣布 他将有意加入北约 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对此极为不满 自苏联解体 俄罗斯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经济衰退 社会动幻 以美国为所的军事同盟被约 便趁火打劫不断蝉食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 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 以及东欧的波兰等国家 共有七国先后独立或脱离 纷纷加入北约 这样 格鲁基亚乌克兰也紧随其后 要求加入北约 格鲁基亚要向美国一边倒 这并没有让人感到太意外 因为格鲁基亚总统萨卡什维利 一向以亲美著称 2004年 他就任格鲁基亚总统之时 就决心加入欧盟北约 与俄罗斯完全一刀两断 当时 他与欧盟美国的特使 一同唱着欧盟的摩洛歌欢乐颂 使在场的俄罗斯特使十分难堪 此后 萨卡什维利不断加强格鲁基亚与西方 尤其是美国的关系 接受美国的军事与经济援助 美国则不遗余力地提供支援 因为格鲁基亚 不仅是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盟友 更是美国制衡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砝码 那么 梅德维杰夫和普京 会眼睁睁地看着格鲁基亚加入北约 任由美国扩张到家门口吗 其实 俄罗斯也有一招好奇 足以触导格鲁基亚总统 萨卡什维利的软肋 它就是格鲁基亚北部的自治州 南澳塞提 南澳塞提 位于格鲁基亚北部山地 它与俄罗斯接壤 面积仅3900平方公里 属高加索山脉的中段 处在重要的能源运输路线上 20世纪90年代 南澳塞提与格鲁基亚 发生多次军事冲突后 宣布独立成立南澳塞提共和国 而格奥冲突的背后 实际都是大国博弈的结果 你那个南澳塞提 它本来就是好多俄罗斯人住在那边 只不过就是苏联解体以后 格鲁基亚它独立了以后 本来是一个加盟共和国 后来发展成独立的国家 但它在血缘上文化上 好多俄罗斯干部就没有办法分开 于是就在格鲁基亚放出 要加入北约消息的数天以后 萨卡什维利总统就得到了一个有力的回应 数驾前往南澳塞提侦查的 格鲁基亚无人机被击落 而在南澳塞提境内 刚好驻扎着一支俄罗斯的违和部队 十几年来 南澳塞提当局一直不敢出众 有关各方在这一地区的摩擦也时有发生 迄今格鲁基亚中央政府 只控制着南澳塞提的部分地区 所以格鲁基亚中央政府 便在欧美的变相支持下 趁全世界目光聚焦北京奥运的时机 突然出击强攻轰炸 意图解决南澳塞提问题 面对这一切 俄罗斯政府毫不犹豫 总理普京强硬而干脆 立刻出兵对抗 对格鲁基亚狂轰滥炸 格鲁基亚等不来美国 以及北约欧洲国家的支持 只能撤退 俄罗斯利用这一事件 用战争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大声说不 来警告亲美势力 2008年5月9日 莫斯科红厂梅德威杰夫和普京的同时亮下 让美国明白了 普京还在延续着他的俄罗斯强国之梦 在阔别世人眼中17年之后 俄罗斯的重型武器装备在这个昔日的冷战核心地区出现 陆军的T-90坦克 步兵战斗车和龙卷风火箭系统 沿着红厂的调食路行进 俄罗斯在红厂于兵 秀自己的肌肉 展示了大量的一些兴射武器 这个与俄罗斯出色 这些武器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俄罗斯的经济不是很好 那么出口武器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 另外一个通过出色武器也警告美国 因为俄罗斯军事工业是非常强大的 当白洋M导弹经过红厂时 全场气氛达到顶点 无数媒体的闪光灯 对准这个世界上最为先进 最具毁灭力的超级武器 在陆地上 俄罗斯拥有可突破一切的致命核打击武器 白洋M 在空中 梅德韦杰夫还有另外的杀手锏 可携带核弹实施致命核打击的图160战略轰炸机 图160是世界上最大的轰炸机 同时也是装备着世界上推力最强劲的军用航空发动机 它是俄空军现役轰炸机中唯一无需空中加油就可对美国本土实施攻击的轰炸机 北约称之为海盗旗 一年前普京下令 俄军正式列装图160 此前18年 这一型号的飞机一直处于是非阶段 这次俄罗斯红场阅兵总共有8000多名官兵 40多架飞机和直升机以及170多种军事技术装备参加 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掷地有声地说 军备武器的真正作用是要让国家有可靠的防御能力 而人们需要牢记二战的教训 在这次阅兵事上 人们的目光时常聚焦在 梅德韦杰夫身后的新任总理普京身上 只见他神情严肃若有所思 北约东阔近在眼前 哥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 执意投向美国一方 美国不仅向哥鲁吉亚提供军事援助 甚至还帮助其训练军队 这让俄阁关系更加雪上加霜 但是红场阅兵上的重武器 似乎并没有震慑到这位亲美的哥鲁吉亚总统 他决心解决南奥赛提问题 彻底和俄罗斯摊台 2008年8月8日凌晨 哥鲁吉亚与南奥赛提突然发生武装冲突 具有优势兵力的哥鲁吉亚军队使用多管火箭炮攻击对方士兵 然后在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的掩护下出动两个营的兵力 迅速占领南奥赛提手府慈心瓦力 哥鲁吉亚总统决心孤注一掷 他相信美国会帮助他对抗俄罗斯 哥鲁吉亚的行动极大的刺激了 原在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俄罗斯总理途径 他谴责哥鲁吉亚的侵略行动 俄方随即调遣驻北高加索部队进入该地区 俄军的主战坦克 步兵战车和自行榴弹炮也赶往冲突区 战争朝着越来越不利于哥鲁吉亚的方向发展 8月10日 在俄军猛烈攻击下 哥鲁吉亚军开始自南奥赛提撤推 同一天 美国国务卿赖斯匆匆赶往哥鲁吉亚 他表示 美国不考虑在哥鲁吉亚采取军事行动 只对其提供人道援助 此话一出 萨卡什维利顿时明白 哥鲁吉亚等于被抛弃了 8月15日 俄阁双方签订了停战结议 萨卡什维利不得不承受亲美带来的苦果 南奥赛提实质上脱离哥鲁吉亚 三个月后 也就是11月7号 红场上再次举行了阅兵仪式 不过 这次阅兵不是为了纪念十月革命 而是为了庆祝军人荣誉日 然而普京和梅德威杰夫却没有到场 因为他们正忙于一件相当棘手的事 乌克兰总统尤仙科决定 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 并且限制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使用乌克兰的港口 明天 请继续收看揭秘之 普京的政坛迷奇之王车换位 在普京复兴俄罗斯的蓝图中 乌克兰势必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2014年2月22日 普京命令俄罗斯特种部队 阿尔法海兵营救亚文科维奇 3月16日 克里米亚实行全民公投 次日便宣布加入俄罗斯 对此 乌克兰和欧洲国家 当然强烈抗议 美国也谴责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 并和欧洲联手启动 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美俄关系陷入冷战结束以来的冰点